记者中立华综合报道,美国两艘军舰经过台湾海峡,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洁一上午表示,大陆方面坚决反对任何危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。 他也批评美国近期一直在打台湾牌,并指美国这种做法伤害台湾同胞的利益,伤害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,当然也应该受到两岸同胞的共同反对。 刘洁一今天上午出席首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开幕式后,被媒体问及对美国军舰近日经过台湾海峡的看法时,做上述表示,刘洁一说,坚决反对任何危害我们国家利益的事情,这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。 他并批评美国说,一段时间以来,美国一直在打台湾牌,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。 美国这种做法伤害台湾同胞的利益,伤害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,当然也应该受到两岸同胞的共同反对。 刘洁一称,台湾同胞应认惊刑事及美国行动的真实目的,千万不要有人去帮助美国打台湾牌,伤害两岸同胞的利益,伤害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。 对于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日前在立法院受访表示,陆委会一直努力促成蔡协会,总统蔡英文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。 刘洁一说,谁说的蔡协会? 听到记者回答陈明通后,刘反问,他的话你会信吗? 至于以往多在7至8月举办的台北、上海的双城论坛,今年举办时间至今仍未定,对此,刘洁一指出,任何有利于两岸民众之间交流、交往、合作的事情,都应该要坚持做下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